青年借驱邪强奸女友人,判监鞭16下,青年追不到22岁的女性朋友,竟自称鸡童,以驱邪为由,哄骗强奸对方,被判监近18年11个月3周,打鞭16下 根据新明日报报道,被告是现年23岁的新加坡男子,他面对7项控状 主控方以一项性侵罪名,以及两项强奸罪名提控,被告9月7日早上在高庭认罪,一项交由法官下判时一并考虑 为保护受害者,法官令媒体不得报道任何会泄露受害者身份的资料,包括被告名字 根据案情,受害人与被告是中学同学 两人毕业后,被告于2019年中联系受害人,并再次往来 被告会开车接送受害者上下班,过程中对他暗生情愫 不过,受害人对被告并无爱意,因为当时还无法忘记前男友 被告心生一记,告诉受害人自己是鸡童,数次带他到庙里拜神 同年7月,被告到受害人家时,称对方家里有鬼缠着他和他的姐妹,而自己有办法驱鬼 之后,被告给了受害人一些护身符 7月22日至27日之间,被告两次在受害人家为他驱邪 他让受害人脱光衣服,并以驱邪为由,强奸了受害人 受害人之后向朋友讲述了被告的行为,朋友建议他报警 受害人于7月29日报警,揭发罪行 法官最后判被告监禁18年11个月三周,打编16下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,感谢大家的收看,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,请关注新加坡之音